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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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情况怎么样 从人体机能的 各项指标来看 都属于正常范围 它唯一的创伤区域 就是大脑受损 要知道 人的大脑是非常精密 非常复杂的 是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你们应该了解 人脑有大脑 小脑 肩脑和脑干组成 其中大脑呢 又分为两个大脑半球 这二者其中啊 李主任 不好意思啊 您就别给我们 上了医学课了 您说结论 简单地说吧 它的身体机能没问题 但大脑能不能 恢复记忆 看运气吧 那有什么办法 能够增加它 醒来的可能性吗 不好说 不过 如果它现在的身体 机能稳定了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 积极有效的治疗方法 请您务必尽最大努力 这个人对案子至关重要 我们一定会尽力 但是 只要是我们的病人 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我们都会维护在 安全的范围之内 那是当然 待会儿 我叫人给他换一种药 好 好 天麻烦了啊 主任 来 小刘 你到办公室来一趟 好 黎主任 按这个单子把药取了 然后再到特殊病房 把它换上 会面不醒那个 对 好嘞 你跟老六可看好了啊 千万别出差错 放心吧 一会儿护士回来换药 乔西云这边有情况 马上通知我 行嘞 找到哪儿 可别再门 去手 你 请问神经内科怎们走 a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李 这里是侦察车 情况怎么样 目标正言轻河大道 逐鹿东行 收到 务必小心 不要暴露 明白 她手套什么时候摘的 在她进入紧急通道之前 手一直在兜里 手套应该还没摘 然后就从地下车库开车走了 对 你自己的版权 颜知 哪 pulled 他 , 那 走了啊 走了 走 靳靳 你是怎么想到 有人要杀乔西川灭口的 因为咱们一直觉得 人不是没抓干净吗 而且呢 乔西川作为一个组织者 他知道的东西是栽太多了 如果对方仍然想行动的话 当然不能让他活着 其实我们本来 就是想试探一下 但是没想到对方 还真的伤口了 我特别好奇那个杀手的身份 坦然也太大了吧 没关系 反正技术科的同事 已经从手套内侧 找到了这个人的指纹 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乔西川电脑里的信息 现在基本都不可用 秦厅来了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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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指纹信息的比对出来了 结果也有点意外啊 跟乔西川交给福大勇 那个手机上的指纹 完全匹配 信息这么少吗 这个人在国际上露头 已经好几年了 犯罪手段是花样翻新 但一直比较谨慎 这次看来是被逼急了 才亲自冒险 到医院去灭口 没有真实姓名 只有一个代码 蝙蝠 蝙蝠 周连死前那条短信 对蝙蝠的监控 进行得怎么样了 一直在盯着呢 有机会 跟医院长一样 那个医院长一样 那个医院长一样 但oused 不是 分开这个医院长一样 当然各种医院长一样 在医院长一样 给际上三分剧 或者车一样 怎么会财职 那个医院长一罪 是 而与周恋相互坚硬的情况下 同时控制着贾长安 进行矿石走私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乔西川电脑里的信息 指的是乔西川杀了周恋 那么现在看来 这些可以基本推翻 没错 周恋临死前 给乔西川发的那条短信 现在看起来 应该是在试镜 这说明 他们之前不知道蝙蝠 已经进入了双金 我怀疑乔西川 在收到周恋的警告之后 对蝙蝠进行了反跟踪 他其实是想利用蝙蝠 将自己所有的事情 都嫁祸给他 挺着各种压力 还想来闪困丑游斗 谍中谍啊 我们是不是太高看乔西川了 高看对手才是重视案件 小看对手是最危险的 杜猛说得有道理 贺子仙 你是不是被这个 截断性的小生地 中婚头脑了 没有没有 这么看起来 之前乔西川交给 傅大勇的那部手机 几乎不可能 经过蝙蝠的手 但上面却有蝙蝠的指纹 这说明 应该是乔西川 故意而为 目的就是为了曝光蝙蝠 乔西川的举动 有可能是想 扰乱我们的调查 也极有可能 是想借用我们的双手 去除掉蝙蝠 但是到最后 他还是输了一招 这个计划并没有成功 那也就是说 乔西川电脑里的东西 极有可能是蝙蝠 故意留给我们看的 但问题是 这种狗咬狗的较量 如果最后赢的人 是乔西川 而不是蝙蝠呢 那就会反过来 咱们找到的所谓证据 就会全部指向蝙蝠 问题的关键是 乔西川和蝙蝠 显然不是一条线上 也就是说 他们都不是 最高级别的组织者 我同意 还有一个沉睡者 杨迅就是沉睡者的 相关证据 现在变得同样不可行 倾听 现在局势有了变化 我认为 我应该从鼎华辞职 为什么 对方让乔西川成为弃子 其实就是想让我们觉得 这案子已经结了 万一沉睡者 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这时候我还在鼎华上班 那就说明案子没结 只有我走了 才会让他们放松警惕 好 这件事你自己处理 最后我再说一件事 大家还记得 吴淼出售数据的那个网站吗 经过调查 最后查识 这个网站也是赫尔莫斯集团 在幕后出自运作的 又是赫尔莫斯 对了 对了 等你从鼎华离职了以后 是不是就可以向市局内部 公开你的身份了 看情况吧 其实也不用刻意公开 为什么 你有社交恐惧障碍 就是 这段时间大家累死累活的 都是你在后边下的并没有 我是真的有社交恐惧症 安静 我跟你说啊 这样好 这样至少不会在外面 沾花惹草的 你嘴这么贫 谁信啊 又不由你信 我都不信 好妹妹 小灵 喂 哥 我到双清了 你在哪儿呢 你怎么来了 来看你呗 怎么了 妈没事吧 没事没事 你不是一直说要回家 有老实变卦吗 妈有点担心你 就让我过来看看 小姐 我妹妹来创新了 我可能 你快去陪她吧 我跟马上一会儿去找苗霏 要是有工作的话 晚点儿我可以再过来 没关系 难得才能陪家人 你开车去吧 那我走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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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这两天怎么样 妈的原话是 她挺好 让你别惦记着 好好工作别分心 实际上呢 实际上不太好 家里那边医疗条件 你也迟早 勉强维持着吧 我想想办法 看能不能 转到这里的医院来吧 你那点工资 够了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好好读书 比什么都重要 还有一件事 你呢 在这边说吧 哥 我考上大学了 可以啊你 够厉害的 比你跟我有出息多了 可是 我要上了大学 你负担不就更重吗 既然考上了咱就好好念 闲的事你不用担心 这不有你哥我在呢吗 可是 行了啊 就这么定了 一转眼 您也要变成大人了 这都要上大学了 明天吧 明天我带你出去 买两身衣服去 不用了吧 我这衣服还能穿呢 这是给你考上大学的奖励 你要想要别的 才也买不起啊 对了 你来了之后住哪儿呢 我在车站旁边 那个旅店住着呢 可便宜了 你怎么住那儿呢 有男生宿舍你也去不了 这样吧 待会儿吃完了 我陪你回去收拾奖礼 咱换个酒店住 哥 你就别浪费钱了 我住那儿挺好 不用还 不行 你一个女孩子 住那种地方不安全 快吃吧 在这儿凉了 找我有什么事情 我们听说 你要辞去鼎华的工作 我们理解你的心情 并且觉得你做出这样的决定 非常不容易 但是我们都希望 你可以再考虑一下 什么意思 我明天就会辞去鼎华的工作 以后再也不去公司 但是有很多事情 需要你的配合 这件事情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怎么还需要我帮忙 我们有了新的发现 潜伏在鼎华内部的那个人 还在 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我不想再捐进去了 况且 我还有妹妹需要我照顾 我不能再让我自己 或者我家人陷入危险之中 你们能理解吗 如果我们跟你说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危险 你应该也不相信 但你的心情和担忧 我们都能理解 我们不需要你做危险的事情 你只要待在鼎华内部 帮我们提供消息就可以了 并且我们跟你保证 我们会尽可能保证你的安全 不管我怎么说 你们都不会让我拒绝的吧 苗霏 这件事情 你不是非要配合 如果你不愿意 我们也可以想其他办法 但是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忙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国家 也是为了鼎华核心技术 我们都知道 你们一家人 为了鼎华付出了很多心血 很多感情 所以可以请你考虑一下吗 你这么说我就更不能拒绝了 谢谢你 没关系 没关系 也是为了鼎华 如果你们说完了 那我先回去了 明天还会上班 娅总 现在就有一件事情 需要你的配合 这半年多以来呢 鼎华经历了太多 公司的高层干部 也因此换了很多 好在大家和公司一块挺过来了 虽然有很多人离开了 但是我相信 新来的同事都是骨干 现在鼎华又有了国企的注资 再加上大家的努力 我相信 鼎华会有一个新的格局 和一个新的更好的未来 接下来呢 我要宣布两件事情 一个呢 就是公司内部的调整 就是人力资源部 重新并回行政中心 由苗总负责管理 至于曾经的人力资源部经理 马尚 要不你来说吧 首先我要感谢鼎华对我的信任 让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 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么这段时间 和大家接触下来 非常地愉快 但是 由于公司在战略上的一些调整 部门取消了之后 虽然林总也挽留我 说让我做这个行政中心的副主管 但其实这个和我个人职业规划 还是有一定冲突的 所以在我慎重地思考之后 还是向林总提出了辞职 我今天是来和大家道别的 请坐吧 师父 宽留的话呢 之前我已经说了很多了 今天我就不多说了 不管以后怎样 我都祝福你 在自己的事业道路上越走越好 谢谢林总 马尚啊 尽管我们相处的时间不长 但是我对你的印象非常深刻 从一开始你进入鼎华 你就提出了 对技术部门实行网络物理隔离 使鼎华避免了一些损失 对你做出的贡献 我们表示感谢啊 不客气 那是应该的 我在这方面 对马尚的印象也非常深刻 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 要跟大家说一下 之前林总 马尚还有我 我们三个人有讨论过一个问题 因为近期在鼎华发生的 一系列事件 都显露出是有人在 觊觎鼎华的核心技术 所以出于安全考虑呢 在鼎华重组并购之后 和所有的规章制度 都稳定下来之前 我们要制定一个 虽然极端 但是非常保险的方式 来保护核心技术的安全 那 我们怎么做呢 这个事情我来宣布一下 周教授 您的项目进行到哪一步 基本上的技术论证 和实验工作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进入 最后的技术论证阶段 我有信心在近期内完成 是这样的 在这个阶段 鼎华所有的资源 一定会优先给您的 但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在技术审核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采取片段化的模式 也就是说 这个技术所有的数据和核心部分 只有您一个人掌握 其他人只能接触到部分 我不知道这样做的话 对您这个工作进展 会不会有影响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在进度上 可能会有所影响 尽管我信任公司技术部 所有年轻同志 但是既然公司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相信一定有它的道理 我支持公司的决定 我这个投诉 马总 那我先回办公室了 怎么了 是吗 聊一聊 你要辞职没有人拦你 但你为什么要提那样的建议 为什么 你知不知道能接触到 这样的技术 对于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来说 有多好的机会 你先别激动啊 就算接触不到也没什么吧 反正不管怎么样 最后这个项目 也还是会你的署名 一点都不影响前途 至于到底参与了多少 这个其实不重要吧 你不懂就不要在这儿瞎分析 邹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 我做了多大的努力 才做到了助理这个位置 才能参与到这个项目 不能跟完全程 一个破署名 是弥补不了我的损失的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当初于昊昊然 当上助理的时候 也没见你这么大的反应啊 对 还有于昊然 你和这个靠关系 爬上来的家伙 有什么不一样 我现在快明白了 你和苗霏就是曾经的 庞一山和杨迅 你进这个公司 就是苗焕阳特意安排进来 帮他女儿的 挤走了庞一山 这公司里就没有人 跟苗霏争了 对不对 陈雷 你怎么说话呢 你想太多了吧 我就是为了公司着想 行 行 行 这种话你留着跟苗霏说 保重 我回来的 我回来啦 那赶紧洗手吃饭吧 菜都快凉了 还有吗 来了 来了 你们还没吃呢 这不是等你呢 妈 妈 下次您可以直接给我打个电话 不用等我 我们哪敢给你随便打电话 就怕打扰你工作 爸 妈 我过两天就要去北京了 你们啊 要注意身体 别老吵架 你的工作 我们不问 你做事 我们都支持 千万别因为我们分心 对对对 别分心 别想别的 行 赶紧吃饭吧 吃饭 来 吃饭 吃饭 来 妈 我和您说个好事吧 什么事啊 我跟安静的事情 已经有进展了 真的 我就说嘛 我儿子这么优秀 安静怎么会不同意的 儿子 你赶紧跟妈说说 那个 你们现在 到底怎么样了 妈 你看啊 刚才那个表现哪 才算是正常的 其实你们不用这样 真的 不要因为我这个工作 就什么都不敢说 无论我的工作是什么 无论我的工作是什么 也不管我在别人面前的 身份是什么 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儿子 你们也是我最敬重爱戴的父母 对吧 在我面前啊 不用这么小心翼翼地说话 爸该怎么训我 训我 妈该怎么唠叨就怎么唠叨我 这不挺好的吗 多舒服 是不是 是 是是 其实我这样嘛 我 我也觉得挺难受的这样 儿子 那你赶紧跟妈说 你们俩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如果你们俩要是真的好了 那我们家跟苏阿姨 那可就是亲家了 我就可以过去看看她 提前帮你打好关心 别别别 我跟安静的事这 这 这还没最终定下来呢 您别去搭乱啊 不去 还我不去不就行了吗 那 那要不然这样吧 你把安静啊 请到咱们家里来 一块儿好好吃个饭 接下来你们就是异地恋了 趁没走之前 再好好地打打基础 好 来 吃饭 吃饭 吃 吃吧 先这样吧 谢谢 好的 怎么了 还不高兴呢 您啊 没事 我昨天在公司的时候 先去接个电话 就有点吵了 好 再上了你先吃啊 银行 吃饭 您好吗 没有 您好吗 您好吗 嗯,那是好消息 那是坏消息 那呢 技术很難得到 因為他把我剩下了 大問題 什麼? 我們把你努力 把這個位置 把重要技術 把我們拒絕 但現在你告訴我 你不可以得到這個技術 你到底在說什麼? 嘿 嘿 我不是你 我們只是同事 你怎麼說,好嗎? 我一直在工作 我做了這麼多時間 我... 我比你更高興 你懂嗎? 所以 你接下來要做什麼? 我看起來要做什麼 你別擔心 我真的要做什麼 我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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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是好 但別告訴我 你不能夠 在最後一段時間 我們不想浪費時間 你記住 我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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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太想成好 你在做什麼? 你不管什麼? 我只會 4545 我再給你 你把我們看起來 你看到怎麼了 公司这次确实是太过分了 林总都已经点头了 这事是板上钉钉的 你找他们也没用 那你别生气了 肯定以后还会再有机会的 会的 会有机会的 其实我还真的不是生公司的气 我就是觉得 我是拿马上当一个真朋友 可是他做这种决定的时候 为什么不考虑一下 是我的出境呢 那你不让我找我姐 是不是因为你讨厌他呀 那你会不会因为这件事 对我也有意见啊 陆儿 我不会把公司和私事混在一起的 我喜欢的是你 而且我一点都不讨厌你姐 那你别不开心了 高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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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还有我的吗 是 还有您的 谢谢 请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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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科 这都这么长时间了 这小子终于肯出来了 我看看 联系杜猛准备行动 把附近的监控都调出来 跟着蝙蝠 是 你不要让我离开 申请行动 你注意安全 别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收到 请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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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去了 快点 快点 走 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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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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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长 有情况 杜盛 杜盛 目标突然折返 你想办法撤出来 明白 小李 你赶过去 帮杜盛拖延一下时间 是 小李宗盛 小心出院 知道 不知道 是 我 安科 电梯都被我安上顶楼 电梯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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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萌 杜萌收到回复杜萌 杜萌 你坚持一下 老六现在已经过去支援你了 你坚持一下 杜萌 杜萌 找到孟子了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我这里看不见你们 呼吸正常 但估计伤得不轻啊 现在已经昏迷了 应该是后镜撞到了后来 行 你小心点扶她 避免二次伤害 明白 来 订好目标啊 我去医院 明白